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为了筹钱给女儿做手术 不得已将妻子的遗体迈到农村的故事 安魂曲 本片出自《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木野之手 这是一部沉重的明昏体材电影 故事一家三口遭遇车祸开场 满地的鲜血与粉红色的书包 变形的摩托车 还有四处散落的鞋子 充满了整个画面 老白就是摩托车的主人 他呆呆地坐在医院里 自己身负重伤 妻子当场死亡 女儿的大脑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命悬一线 医生告诉他 女儿情况不用乐观 药物已经无法控制了 他的肾脏肝脏都有感染 必须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要求他在一周内凑齐12万的手术费 这对于普通农民工的家庭来说 已经算是天价了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老白的心里 因为这次车祸 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 如今连妻子出病的钱都没有 他看着病床上岌岌可危的女儿 心中满是苦涩与伤感 他多么希望女儿可以尽快好起来 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妻子去世后 遗体一直存放在医院的停尸间 停尸间的管理员王大爷 看到老白为难的表情 于是给他透露了一个秘密 说是在乡下的某个村庄 刚刚死了一位还没结婚的青年 他家里托人向自己打探 看有没有愿意配明婚的 他们愿意出十万块 走投无路下 老白决定将妻子的遗体 卖给这户人家 嘱托大爷帮他联系一下 老白回到破败的家中 开始翻找妻子的毒照 他将照片揣进包里 紧紧抱在胸前 心中满是惆怅 隔天 老白独自来到这户人家 他阐出了妻子的情况 说身上没啥大伤 主要是脖子有一道伤口 因为着急用钱 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给打付 毕竟自己的女儿还躺在病房里 老头颤颤巍巍的把照片拿给老伴 老白盯着照片泣不成声 此时的氛围冷峻压抑 让人透不过气 回到家后 老白拿着妻子生前常用的书子 坐在床上发呆 在一瞬间 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 或者继续等 这同夜里 有百万个不确定 进入深夜 我期盼天明 云空的泪 一如瀕灵 接近了 上雪花醉 他忘了妻子说了句 放心吧 我接童童 回过神来 门口并没有站着妻子 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觉罢了 在锣鼓宣天中 送民婚的队伍上路了 天气阴沉沉的 另一边老白正在手术室外的妇女儿 老白泪眼婆娑 表情绝望又痛苦 等到医生手术成功出来 看到也因车祸受伤 却再也没有好好包扎过的老大 坍倒在椅子上 已经累得睡着了 让人心疼不已 天色将往 燃烧的冥币在风中飞舞 一边是未死 一边是求生 所有人的灵魂都得到了安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总想见